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力武 那这个题呢我们在秋季班的时候 在讲方程那一部分啊 其实见过一个跟这个非常像的 就这种式子我其实讲过 通用的处理办法该怎么办 如果有印象的同学呢 你可以把视频钻屏自己先做一下 一会儿呢我再讲好吧 那么如果是心血源 你就好好听一下啊 现在如果ABC等于1 求证这个式子等于1 我说了有通用的做法 这种题呢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境在类的辅导书上 都有这个啊都有这道题 可能还有个别的题目呢 比这个更复杂一点的 那么我来总结一下 它该怎么办啊 只要证明这个题 上来第一步 首先我们第一个式子不要变啊 第一个式子不要变 那就是1加A加AB分之A不要变 好把第二个式子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A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A 那分子呢就变成了一个AB 分母呢就变成了一个A A加AB再加AB 好然后呢第三个式子 它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AB 那么这个C就变成了ABC E就变成了AB C还变成ABC CA就是AB 乘以一个AC 是不是A方BC啊 A方BC 可能有朋友会问 说老师我怎么知道第二个乘以什么 第三个乘以什么 我为什么第一个不要变 后边两个分别成这俩东西 这个我一会再解释啊 我一会再解释 我如果这样成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其实第一个呢 你还是可以不要变啊 A加A加AB分之A 第二个你又没有发现 我们可以把它变形一下 因为原式给了一个条件 原体给了条件ABC等于1 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把这个ABC换成1啊 那就是A加AB 再加上个1分之AB 当我写到这一步的时候 有没有同学发现 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分母怎么 一样的 这是1加A加AB 这也是1加A加AB 分母变成一样了 那就变成同分了 是吧 好我们再往下来一个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个AB 加上一个ABC 是不是应该是1啊 对吧 ABC等于1 A方BC是什么呢 是A乘以ABC 而ABC又等于1 所以导致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个A 分之ABC 也别写ABC了 是不是分之1啊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算第三个的分母 跟前两个也一样了 也是一个 1加A加AB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呢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分母不但变成一样了 分子 是不是正好也是 1加A加AB啊 这个东西如果要做加法的话 就是1加A加AB 分之1加A加AB 有没有发现中完了呢 它是不是等于1的呢 对吧 等于1的 好 那我其实已经把这个题讲完了 同学们肯定会问 夏祖宝这个题 我是不是得死经被啊 我就得这么干 不一定的 你要明白这里边的原理 我为什么第一个不变 第二个乘以A 第三个乘以AB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不是要出现一个这样的式子 也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分母变成一样 对吧 分母一定要都变成一样的 分子呢 要变成和分母一样 分子里边应该每样一个 对吧 那现在我们调整一下啊 我不一定非要第一个不变 我其实也可以第二个不变啊 我也可以第二个不变 那么第二个不变的时候 先把它照抄一下 应该是一个 E加上B加上BC分之B 对吧 好 现在想一想 第三个 它的分子分母得同时称义什么 好 第一个分子分母得同时称义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的目标吗 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定要让这个分子和分母一样啊 你有没有分子里边已经有一个一样的了 这地方是个B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B 所以它肯定是代表跟它一样的 那我这个里边的C 是不是要么就 这个C啊 要么就变成1 要么就变成BC 你想一想 它能不能变成BC呢 C如果要变成BC 乘个B是不是就可以了 C如果要变成1 它应该乘以什么呢 它是不是应该乘以一个AB啊 对吧 因为我们ABC是等于1的 所以你C乘以AB就变成1了 所以我们C呢 它有两种选择 它既可以变成1 也可以变成BC 这是我们研究完了啊 这个C它有两种处理 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个A啊 A能不能变成1呢 A可以变成1 A只要乘以BC 是不是就变成1了 A能不能变成BC呢 变成1 是吧 A没有办法变成BC 它只能变成1 于是呢 我们的这个A 它只有一种选择 而我们的C呢 有两种选择 C变成他们俩谁都可以 那个A只能变成1 它变不了BC 那大家明白 我们应该迁就谁吗 有一个人有两种选择 有一个人他只有一种选择 我们是不是应该迁就 那个只有一种选择 这个A必须变成1 A如果变成1的话 就得乘以什么呢 就得乘以BC 是吧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它已经变成1了 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C是不是就 必须变成BC啊 C如果变成BC 是不是就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B啊 导致这一方应该是个BC 然后呢 这个1变成B了 C变成BC了 CA变成ABC了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一个B啊 1变成了它 C变成它 然后C变成它 那边呢 是分子分母 是不是同时乘了个BC啊 那1就变成BC了 A就变成ABC了 AB乘以一个BC 是不是就是AB方C 对吧 好 现在看一下这个式子 我们也来化解一下 第一个呢 ABC其实是个1 个BC照抄一遍 ABC是个1 AB方C 是不是ABC ABC乘以B啊 ABC乘以B 是不是就1乘以B 那就是个BA 分母 是不是跟它一样 第二个就不要变了 1加B加BC分之B 有没有发现我们正好 分母是一样的 那第三个看看 一不一样啊 BC照抄一遍 B照抄 BC照抄 最后ABC 是不是写的1 哦 你有没有发现分母 又都变成了 1加B加BC啊 对吧 1加B加BC 哦 导致最后 我们再看一下分母 分子 1B 还有BC 是不是也那样一个 加起来是排等于1的呢 哦 那现在大家明白 我为什么要刚才那样成了吗 就是这种题里边 我一定要把分子和分母变成一样啊 分子和分母变成一样 你分母里边有些啥 我分子里边必须有些啥 这样最后加起来 是不是才能等于1 那么往往会选择其中一个不变 然后呢 把剩下的两个变成跟不变的那个的分母一样的 那往往呢 又会有一个东西 它会有两种选择 有一个东西呢 它只有一种选择 我们要迁就那个只有一种选择的 对吧 这个A它只能变成1 所以导致它第一个式子 必须分子分母乘以BC 你这个C呢 其实G可以变成1 也可以变成BC 但是1已经被别人变了 是吧 那你就变成BC吧 那C要想变成BC 是不是就是分子分母乘以B 能令我说的意思 其实大家明白 我刚才第一个解法 是不是第一个不要变 变的是后俩 对吧 我这第二个解法是中间这个不变 变的是他们俩 那大家明白 其实也可以哪个不变吗 也可以第三个不变吗 我这个不变 那你想一想 我们简单处理一下吧 如果是第三个不变 第三个不变 这次我不讲完整版 我只需要你明白 一点就可以了 第三个不变 我们在这儿应该是一个 1加C加CA分之C 你明白 C和C已经都出现了 对吧 所以我这个里边的A和B 必须一个变成1 一个变成CA 现在想一想 A可不可以变成1 可以吧 乘一个BC就行了 A可不可以变成CA呢 也可以 乘一个CA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这次轮到它有两种选择了 你的B可不可以变成1 可以吧 乘一个AC是不是就行了 B能不能变成AC呢 变不了 是吧 B变不了AC 所以它只有一种选择 大家明白我们这次 迁就哪个吗 迁就第二个 是吧 迁就第二个 迁就那个B B只能变成1 所以第二个分子分母 是不是得同时乘以一个AC 第二个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一个AC 他们就 这个B乘以AC 是不是就变成1吧 所以它搞定了 那导致第一个A 是不是必须得变成AC 那就分子分母乘以什么呢 乘以C 它乘以一个C 下边那个也乘以一个C 这个效果肯定一样 一定是分母变成一样了 分子和分母还长得一样 最后加起来肯定等于1 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那么有一些教父书籍上 甚至还会有一些更麻烦的 同学们都可以自己编题 可以自己编题 它不是ABC等于1了 它是ABCD等于1 如果是ABCD等于1 在这儿大家明白 一定有四个式子吗 四个式子 同学们想一想 该怎么办呢 我一定有一个是不变的 然后剩下的三个里边 肯定有一个 它有三种选择 有一个它有两种选择 还有一个 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那一样的 我们迁就那个 只有一种选择的 然后迁就那个 只有两种选择的 最后去迁就那个 有三种选择的 导致 这种题最后像这种东西 加起来往往都是等于1的 都是等于1的 好吧 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那把这种题要记下来 要想明白 要以后再碰到这个 你要明白该怎么操作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